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今天11月4号的台式新闻全球现场 一开始带您来关心宜兰南澳渔港 今天上午10点多发生了渔船意外遭到钢条刺穿的事故 当时还有一名工地的工作人员差一点被夹击 场面一度十分惊险 另外在宜兰县投城镇的石城渔港 则是发生了吊车翻覆事故 一辆大型吊车在进行销拨块工程时 因为天雨落滑再加上重心不稳 不慎从海堤翻覆到了石滩地 造成车内一名司机以及在路面上的老板 身体遭到弹起的石块砸伤 强劲海风猛力吹送一辆大型吊车侧翻90度 整台倒在石滩地上动弹不得 车内的司机以及刚好在旁边的老板被弹起的石块砸伤 索性两个人都没有大碍 车辆重心不稳 导致该车辆翻覆 吊车翻覆事故就发生在4号早上10点多 宜蘭县头城镇的石城渔港 这段吊车当时正在进行销拨块工程 农业处处不判断疑似是因为天雨落滑 再加上正在吊放销拨块 重心不稳才会导致翻覆 然而渔港意外还不止这一件 船身被超巨大钢条直至插入 若是在往前倾斜个十几公分 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这一大一只不过整个都会吊 同样也是在4号早上10点多 南方澳渔港发生惊险瞬间 一样载着工地用长H钢条的大吊车 因为捆绑的绳索断裂 导致钢条整个鞋毯滑落 插向正要出港的渔船 甚至还有工地的工作人员 差点就变成甲心饼干 这只要溜出来 是 然后我在这边只会跟他说 大概哪一个角度要装滑 然后装滑上面还会留下 装滑桶 然后一定要那些 所幸当时并没有人员站在渔船的后方 整起事故才没有酿成伤亡 只是后续相关赔偿费用恐怕会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这里科研宜栏报导